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看一下这盘棋 这盘棋孔杰直黑先行 现在的黑棋差异 明显对白棋三个子发动攻击 那么普普通通 正常来说白棋就是跳出 但是这么简单平淡的风格 显然不适合于李世世 他一定想要走得积极一点 尖底 这个是非常凶的 也比较是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的 那么毕竟这个地方 白棋是没有火 黑棋是比较厚的 白棋还要强行跟黑棋作战 这个是不能不说 是有一点勉强 有点勉强 但是李世世就这样的风格 自私利大 不惧怕任何的战斗 当然作为一流高手 孔杰虽然是一个均衡型棋手 但是他的力量肯定也是能够成为世界冠军 当然也是不会小的 白棋断 这个确实是白棋有点凶悍 黑棋退 作为白棋还要和黑棋进行作战 难免让人觉得还是有点勉强 然后白棋退 这个时候也是白棋没有办法 不能退让了 这好像打吃一个挺明快的 这个跑出去好像似乎是挺好的 这个还得贴 不能飞 飞它有个冲断 那么还得贴 黑棋长 白棋再飞出去 好像这个子气的并不大 但是黑棋当然不会是吃在这里 而由于这个几十线手 黑棋可以直接靠在这里 把这两个子一起吃掉 那么中间的木树还是非常的多 同时吃掉这个子以后 黑棋这块棋也变得全厚了 这个白棋肯定不会答应的 那么白棋这时候要尝出来 和 王强的和黑棋战斗 那么黑棋贴 作为整个右边来说 黑棋的子力 可以说是明显的占右 明显的占右 白棋作战还是非常的困难 其实如果从事后来看 白棋这个间断 还是有一些过分的 从而将自己导入了苦战的局面 这些二指头势必是要搬的 你不搬被黑棋搬过去 这个就心痛了 那么黑棋跳 白棋这块棋变得就是说 越来越危险 那么飞出头 你得跑啊 一来 黑棋搬一下是先手 白棋这个只有退 黑棋在正 这个很显然 这个战斗的主导权 明显就是说 握在了黑棋的手中 握在了黑棋的手中 这个白棋这几个子啊 现在呢 只能是 这个去苦活啊 去苦活 那么 怎么活还是个问题 白棋呢 现在 点一个 黑棋厚实的章上啊 不给这个白棋太多的借用 如果你去跟着走 那么白棋这个顺势一搬 搬了再一搬 这个白棋反而 就是有棋可下 这个黑棋给白棋借净 北白棋 所以呢 这个章上 后市章上是 这个一个 正确的一手 那么白棋跳啊 黑棋呢 当然是 舒服的 封住啊 封住白棋 嗯 黑棋下得非常的这个结实啊 那么白棋呢 嗯 虽然 蜻蜓点水一样走了两下 但是呢 这个 这块棋还是呢 被白棋 被黑棋包围在呢 这个里面 需要呢 苦苦求活啊 然后白棋下来作野 黑棋 黑棋飞 黑棋飞 这个 白棋啊 这个非常的这个苦啊 就单纯 从 死活的角度来说呢 白棋要把这块棋 都飞着做活呢 还不是太难啊 还不是太难 但是呢 这个 白棋啊 要想这个 嗯 一点都不损的做活呢 肯定是比较难啊 因为你要做眼的话 比如说可以 走出这些熟手啊 这个都确实是先手啊 以后呢 再找机会啊 靠一个 或者是吃完了 再贴 在这里寻求眼味 这样呢 白棋可能能活呢 还是能够活的 还是能够活的 但是呢 先把这个黑 黑棋外面转的很厚啊 里面呢 还是还欠了不少味道 那么即使这样做活啊 也肯定是 这个形式呢 不好 那么 李四十呢 在这呢 也显示出了这个 非常强硬的一面啊 嗯 看上去自己 都活不干净啊 活都不知道怎么活 这时候呢 他首先想到的竟然是 啊 先找对方的毛病啊 这个也是他这个 强大的原因啊 在这个 跑跑的时候 不忘呢 找黑棋的这个 弱点啊 从缝隙中呢 这个 长出啊 一点 这个一根 这个草一样啊 一定呢 要先铐断 想通过 找黑棋的毛病 来加强呢 自身 那么黑棋葱 白棋在断啊 这时候呢 孔节呢 也有点是动了杀心 如果稳健点呢 退一个的话呢 那么白棋这个铐断呢 还是有用的啊 至少在这外面 还有不少的借用 而有了这个值以后呢 在底下一靠呢 这个形状呢 相对呢 也就是 比较好啊 这样的话 对于自身的眼位来说呢 会有不少的帮助啊 这边这个 基本上呢 就快做出一个 先手眼位来 那么这时候 孔节也是 动了杀心啊 既然 你自己的棋 老老实实补活啊 这么危险呢 还要来找我的毛病 这个肯定是 不会同意的 那么黑棋就 装上啊 强硬的装上 这个基本上宣告来说 就是 不是攻击了啊 就是要杀棋 就是要杀棋 那么 这个地方呢 呃 白棋啊 依然不为所动啊 好像这块棋就跟没有似的 啊 这个 根本就 嗯 不怕 那么先藏出来再说啊 这个它是 先把泥给分断啊 这个也有点 这个是 完全是一个 强盗的逻辑 那么黑棋当然 飞出去 出头 出头呢 这个现在是很 很重要啊 白棋拐一个 黑棋呢 就并 这个地方啊 这个头还是挺 坚挺的 这个出去了 白棋呢 并无法分阻黑棋啊 白棋这时候先冲一下 黑棋也只有退啊 这个不能打啊 啊 自然而然就成先手 那么退一个呢 这个拐头呢 是 后手啊 是后手啊 是后手 然后这时候呢 啊 白棋 再一飞啊 真是这个 我们俗话有时候说 这个 一高人挡大啊 一高人挡大 就是白棋一直 这么苦的一块棋啊 都快死了一块棋 他依然就没有想到过做活 一直在外面呢 追究这个黑棋的毛病 反而一直在 这个搞得黑棋也是非常的这个 上火啊 呃 其实呢 这个时候啊 我们就是说 从这个靠开始以后呢 其实 如果就是说 仔细的分析 也许呢 能感觉到啊 白棋呢 这个是不是会有这个棋子的这个心情 但是总的来看 还是 不管如何啊 这个棋就是说 呃 白棋 这个全死了 好像还是太大了一些 那么走这个 黑棋呢 爬回来 爬回来 这个白棋这个里面 还是得想办法 外面都走完了 里面总得啊 见真章啊 丑媳妇中得见公婆 这个 你怎么办 到底 那么这时候呢 白棋先尖一下 黑棋当然要团住 然后白棋这时候一冲断 哎 这个是好棋 投石问路啊 看看黑棋啊 这个棋 怎么硬 怎么硬 嗯 这个棋呢 嗯 黑棋呢 这个也 现在也没有什么 好的方法啊 还是呢 打刺啊 老老实实打刺 如果去沾这个啊 这边呢 看上去借用少了 但是呢 这样 你沾这个被白棋这一斑 这边呢 要有一些问题 因为搬的时候 你等于只有这个尖过去 那么白棋就沾上 虽然你是度过了 但是白棋铺一下 立是先手啊 通过这一些借用 黑棋 看上去呢 这个气呢 是比较紧的 白棋呢 呃 在外面呢 会有不少借用 比如说这样 这个地方 你还不能被搬 被搬整体都没活啊 这个呢 反而呢 给了白棋呢 更多的借用 所以呢 黑棋呢 没有选择呢 这样的这个 变化啊 这样的变化 那么 黑棋呢 干脆厚实的打住啊 那你再搬呢 这个度过就不一样 黑棋这个里面呢 已经活近了 不过有了这一段以后呢 这里多了个打字 这是我们大家所看得见的 那么白棋呢 这个在这边啊 终于稍微有了一些借用 顶这个 黑棋势必要拐啊 这个不能被贴住 那么白棋这个搬 就变成先手 没有这个交换的话 你搬就不行 这个直接到时候 就被点死了 就被点死了 那么有了这 这一段的交换呢 这个斑 就变成为呢 一个先手 那么 黑棋呢 挡住啊 白棋在乎 可以说呢 白棋在这里 还是通过巧妙的次序啊 能形成了呢 一个呢 这个结杀啊 结火 那么黑棋叫吃 接下来呢 这个千辛万苦啊 终于做出一个结火来了 那么白棋可以打吃 这个黑棋呢 踢 是吧 白棋在这里有一些结材 但是这个结材呢 确实是有点损的 而作为黑棋来说呢 这个结很轻 本身以后冲 这个是结材 打结的过程呢 那我们就不具体摆了啊 然后再立 这个是结材 最后呢 还可以粘上 也是自身的结材 这个结不管怎么样啊 即使黑棋不打了 我把这个吃掉啊 这里还是有不少收获 白棋呢 粘上 然后黑棋在外面呢 再抢占一手 等于吃了一半 白棋活了一半 这样呢 黑棋走后了以后呢 再对外面这三个子呢 进行这个攻击 进行这个攻击呢 这样呢 也还是一盘呢 黑棋啊 优势的棋 黑棋可以说 还甚至于可以说是 黑棋明显优势的棋 这个白棋虽然活了 还是活得有点苦 那么这个变化啊 双方都看到了 同时呢 这个孔杰呢 也是很快的 这个打上去了啊 打上去了 那么白棋可以说呢 经过一些巧妙的次序 终于把自己的孤棋啊 有了一个活路啊 虽然是个打结火 但毕竟呢是一条这个活路 那么但是啊 偏偏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白棋千心万古 终于有了活路 而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李世识呢 下出了这个惊人的一手啊 也可以说是真正的这个僵尸流啊 我们这个有时候称李世识为僵尸流 但是这个呢 他这个僵尸流啊 也不是乱来的 而呢 是有这个内涵 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是有道理的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李世识走到哪里去了 这个棋啊 当打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啊 白棋千心万古做个打结出来了 就开始打结了 这个时候李世识是出人意料的啊 完全是出人意料的 没有想到的 脱鲜了竟然 震头啊 这个完全是就是说 把这块棋不当回事了 就准备全给你了啊 这个实在是让人是可以说是大吃一惊啊 大吃一惊啊 而且走到外面这部棋呢 也很奇怪似的啊 这个震头虽然是普通的一手 但是实际上呢 也没有封住这个黑棋 而黑棋这里随时还可以吃啊 这个白棋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实在是似乎是让人感觉啊 有一点这个莫名其妙啊 我想直黑棋的这个孔洁啊 也也看着这部棋也许是一头雾水啊 一头雾水 旁人看起来观战者就更加也搞不懂 这个这个是干什么啊 好不容易辛辛苦苦通过一些巧妙的次序啊 留下了一个活棋 那么在最后的时候啊 大笔大笔一挥啊 大手笔一挥又给他气掉 这是 而且即使气掉 好像白棋也看不到什么收气啊 收处的这个手段啊 这个呢是什么意思啊 但是这部棋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有内涵的意思啊 有内涵的意思 黑棋当然呢 那送到嘴里来的肉呢 那就吃吧 一冲 黑棋冲 这样呢 白棋整块棋呢 就成为了这个禁食啊 我们有时候也知道李四十的这个方盘术啊 很厉害 这个搅乱局面的能力呢也很强 嗯 在行事不利的时候 经常是溢出一些这个出人意料的手段啊 不过他呢 这么走啊 也是有他的道理 因为这个我们刚才说了啊 这个打劫是有的 甚至于劫财也是有利的 可以都可以变成一个近活 但是呢 这个棋却是明显的不利 啊 作为李四十来说呢 其实这么走呢 也不太奇怪 就是说 这个下法虽然是活了 但是明显的不利 那我干嘛要去走呢 啊 我干嘛不走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 或者至少呢 能把局面搅乱的这个手段 那么这一阵 可能黑棋也没看清楚 大家也没看清楚 那就先吃了吧 全部进食了 这个这个你也好像没有什么气质的手段 是吧 这个头还没封住 这里还还可以吃通 这个也不存在 似乎也不存在收气的问题 不过下一步啊 这个 当白棋走出来以后呢 大家就恍然大悟了 白棋接下来 哎 往这一点 顿时 哦 原来是这样 怎么样呢 就由于在这里一开始白棋很苦啊 攻杀激烈 大家把所有的视线 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在了右下 啊 似乎一下子 哎 忘了上面 哎 黑棋还有一块啊 没有活的棋 所以白棋宁愿把这里全死了啊 也要换取这个外围啊 一些子力 从而呢发动 对黑棋这块棋啊 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啊 啊 就是说呢 这样通过对这块棋猛烈的进攻呢 白棋 李四十啊 他觉得呢 才有希望 或者才有可能呢 这个翻盘 这个呢 确实是他这个 厉害的地方 厉害的地方 这个大手笔的这个气质 非常的这个 嗯 这个 可以说是甚至于来说可以说是壮观啊 啊 那么黑棋一回头一看 这里是杀了啊 攻击得力了 那么现在就要转入呢 这个防守 而只要这一块棋没活啊 那么白棋当初外面的这些子啊 就能发挥呢 巨大的作用 这个棋局啊 一下子呢 就变得呢 比较这个乱 比较乱 那么接下来啊 又该孔杰呢 这个 赶快得把孤棋呢 走好啊 现在逃跑 那么黑棋 白棋呢 当然正度追击啊 这个追击的同时呢 几乎就可以说 把这一条线 的空呢 就围起来了 黑棋是没有时间呢 来攻击这个 嗯 来破白棋的空 啊 而这个越往这边跑 那么当初的这些子啊 我们看看 它呢 就越闪闪发光 啊 越闪闪发光 然后 然后 接下来呢 这个 黑棋啊 马上 就出现了这个 问题手 二问题手 由于白棋这个外面子地众多 啊 同时隐隐约约这以后啊 还有一些这个 借用 还有种种的这个借用 所以呢 这个时候实际上这个 嗯 黑棋啊 这个是要非常的小心 那么 非常小心的话呢 捕这块棋呢 大概黑棋应该呢 是 捕在这里啊 在空中 搭个小阁楼 这样呢 基本上呢 还是能够 确保火棋啊 这样能够 顶住啊 这个白棋的第一个冲击波 第一个冲击波 这样呢 白棋再去另想办法啊 再怎么来攻击它 这样呢 是防守啊 也许呢 这个是 刚刚吃掉白棋快棋 黑棋的略有松懈 没有 过多的细想啊 就是呢 在这简单的跳了一个 但是这时候啊 李斯石 对棋型的敏锐 也呢 顿时呢 体现出来 哎 这是要点 这一下子啊 这一下子啊 有了这部棋以后 这盘棋一下子 就变得非常的难讲了 实际上已经就变得很难讲了 而黑棋啊 这个是接下来呢 正确的硬法呢 也只能是确保这个联络 确保这个联络 不过这个时候 琴状呢已经坏了 眼位呢已经差了 然后白棋就算刺一个 黑棋怎么补断 还是个问题 怎么补断呢 这个眼位也不足 以下的这个攻杀 攻防就变成完全是看不清了 可以说在短短的一两手之内 白棋就有非常被动的 这个苦活局面 掌握了这个攻击的主动 这个确实是李斯石的这个方盘术啊 确实是非常厉害 不知不觉 也就一两手棋 瞬间这个棋局啊 这个就变得搞不清了 而接下来呢 这个孔杰呢 也许是在这个 进入独苗了啊 也许就是在这个 弦啊还没奔得太紧 赶紧呢去靠了 起来啊 这个 蚂蚁 但是这步棋呢 几乎可以说的算是 这个是本局的这个败招了 都快一些啊 白棋立马抓住机会 对黑棋发动这个强烈的反扑 一下子就扭转了这个局势啊 又非常被动 两手以后搞不清 再走两手 白棋就获得了这个优势 这个可以说是李斯石的这个僵尸流 或者这个棋子啊 还是非常的这个漂亮 那么接下来白棋赶紧抓住 抓住机会 先跳一个 这个是先手 黑棋不能再补单关了啊 如果说你又老在这补单关 这里面要出棋啊 这白棋可以顶 你要吃它必须立 那么再一贴回来 这个明显 这个要杀棋 就算黑棋杀得过 被白棋这一通 一收棋 自己在里面填木 这个肯定也不行 所以呢 这个跳呢 实际上呢 是个先手 黑棋只能铺 那么白棋这时候呢 打刺 这个是明显的打浆的味道 黑棋 沾上 那么白棋这时候呢 看准了实际啊 发动对黑棋的这个致命一击 靠断 这样的话呢 可以说黑棋 已经啊 陷入了困境 这里虽然吃了一大块 但是如果靠断你这个两颗子不要的话啊 这个死了的话 这个以后 你这里做活以后被白棋就是这么一吃啊 当然可以坚顶更积极 这个都成为大空的话呢 这个黑棋目数不够啊 那么黑棋啊 还只有硬的头皮 想呢 把它做活 要退 但是呢 这个越退 显然呢 就变得越重 冲 这个时候呢 黑棋可以说是已经一下子啊 这个 嗯 就被白棋啊 这个分断了 两边呢 非常的苦 很难呢 做活啊 这个就有点像这个拳击赛一样啊 这孔杰呢 前面是领先了 如果说是六个回合的比赛 孔杰是 领先了五个回合啊 点数占优 但是呢 在最后一个回合呢 被这个 李四世 就一拳击倒啊 KO了 这个跑 那现在已经 为时呢 晚矣 这个白棋 这个 举起了屠龙的刀 那么就不会呢 再放下去了 嗯 从 黑棋退啊 黑棋现在是好像是 必须 两块棋都得做活事的 那么白棋就冲 黑棋 白棋断开 黑棋一拐啊 那么 虽然这里有些毛病 但是白棋 有时间呢 去补 提掉 装上 然后白棋呢 先退一下啊 稍微便宜一点点 你冲呢 你冲呢 的时候 再 冷静的一小间 一小间 这个显然呢 还是一个 黑棋啊 不行的变化 由于这里还有拐住啊 那么这个黑棋得 先连回来啊 连回来 那么这边 还该这个 白棋动手 那么黑棋 这块棋呢 显然 是活不了了 白棋也就 非常厚实的 哎 跳在这里 这样呢 把黑棋分段以后 黑棋中央一块呢 几乎可以就是说是 无疾而中啊 你跳这个 那它这个简单的一分段 你走这个呢 这个 嗯 白棋呢 从中间呢 封开你 就可以啊 就可以 这个地方呢 基本上是 黑棋啊 这个是 没有好的这个 应对方法啊 没有好的应对方法 那么呢 这个 结果呢 这个白棋啊 不过结果这个黑棋 黑棋这块棋呢 也就 葬身白 白富之重啊 那么白棋 把这个棋吃掉以后 加上连山边角的大空啊 足以呢 就是说 对抗这个 黑棋的这个 可以说白棋啊 在这个时候呢 已经呢 就是呢 取得了这个胜利啊 取得了胜利啊 这番棋 这个理事实有点这个 刑起啊 有点这个神出鬼没啊 从这里强行作战 啊 到这个 利用这个做活 又到最后呢 突然间的这个 气质啊 突然间的气质 就是说呢 把黑棋 搞得有点 这个 晕头状下啊 那么 好不容易吃掉以后 获得优势 但是呢 由于一时的不小心啊 立马呢 就被白棋啊 这个是一拳击倒啊 这个是 可以说 李四十这番棋啊 这个是 下的非常的这个 诡异啊 下的非常的诡异 当然呢 也是这个建立在啊 他这个良好的 这个 胜负感的这个上面啊 这个赢 赢了啊 这个强者呢 运强 他是有他的长处的 好的 今天的这个棋局呢 我们就给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大家再见